十亿 我的天哪 这符字居然能价值十亿吗 呵呵 这九花铁可不是什么普通的字画 目前国内只有三本九花铁 第一个模本是藏在了乌锡的博物馆内 另一个模本则是被收在了我们台湾省博物馆中 而在它手中的这本九花铁则是唯一的真本 这种等级的古董已经属于国宝的范畴了 你认为买一个国宝级别的古董区区十亿高吗 冯老 实在是不好意思 这符字我是准备回去之后标起来的 所以我并不打算出售 这样 周先生 你这是准备去哪呀 哈哈 误会 都是误会 我 我哪也不去 是吗 既然哪也不去的话 那咱们之间的账是不是该算一算了 我记得咱们比试之前 你可是亲口对我说过的 咱们之间的彩头那可是咱们所赚的利润之间的差价的 我这九花铁收的时候花了七千八 目前能卖到十亿 周先生 你现在给我算算 你需要给我多少彩头费啊 师傅 您老人家帮帮我吧 帮我跟林先生求个情吧 师傅 这笔彩头的钱弟子我是真的拿不出来啊 林先生 这周旭明是我的弟子 我这弟子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得罪了您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还希望能帮我这弟子求个情 希望林先生您能告台贵手一次 你这弟子可真是给你张脸啊 利用你教他的健保技术 坑额人家小姑娘手里的真品 混账东西 我教你怎么健保怎么辨别古董 是让你来坑蒙拐骗的吗 我就说你怎么突然间要和人比试 并且喊我来做这个裁判 周旭明 我没想到你居然是这样的人 如果我早知道的话 我哪怕是死也不会来帮你做这个裁判的 林先生 求求您饶过我这次吧 是我当时鬼迷心窍了 我不该骗人的 这次我是真的知道错了 还请您放过我这回吧 十三 我们还是离开这里吧 这让我好不舒服 人作孽有可恕 自作孽不可活 你好自为之吧 男之 我们走吧 从今天开始 你不再是我的徒弟 我也会将你的名字从我们徒名册里画去 你若是以后再敢打着我的旗号出来坑蒙拐骗 那就别怪我不念及这段诗徒情了 师父 不要师父 十三 没想到你居然还会健保啊 呵呵 略懂一二而已 对了 这玉佩你怎么找到的 其实我也不太清楚 准确要说的话 应该就是直觉吧 在我走到那个摊位前面的时候就停下了步子 然后就看到这块玉佩了 我觉得做得不错就买下来了 那你这运气不错呀 你知不知道这块玉佩的来历 这个我倒是不太清楚 这块玉佩如果说我没看错的话 应该是战国时期黄玉凤贤龙玉佩 算是一件真正意义上的文物了 文物 这玩意居然是文物 那 那我这要怎么办呢 这件要是文物的话 我是不是得拿去博物馆上交啊 你怕什么呀 这玩意是属于你简陋的 上交不上交都可以 只要你不是把这玩意卖到了国外 或者是自己给弄坏了 那都是没啥大问题的 十三 要不这个玉佩就放你家收藏着吧 你确定吗 这玉佩要是拿去拍卖的话 那可是两百三十万起底的 反正这种古董文物什么的我也不太懂 既然这样的话 这种东西放在我的手里那也就不值几个钱 不如索性交给你咯 还省得我放在家里每天提心吊胆的 那行吧 那我就先收着了 林哥 你这边没事吧 我刚才听人讲你在古玩街跟人起了矛盾 林哥 你告诉我是谁 我这边回去之后就发动家里的力量 把这家伙给灭了 嗨 其实也不是啥大事 刚才是南芝这边被人给缠上了 不过是个在健保行业稍微有点名气的家伙罢了 现在他也算是知道错了 所以我也就不追究了 林哥 这字画是你买的呀 是啊 我家书房墙壁上实在是太空了 索性买了一幅字回去之后 挂在墙壁上装饰一下 林哥 你这在古玩街买的字最好还是别挂了 您要是真的缺字画 我家前几日刚好从冯老手上 收上来了一幅正板桥的字画 林先生 林先生 这不是冯老吗 林先生 我这边希望能跟您商量见识 冯老要跟林哥商量见识 这发生什么了 冯老 什么事啊 林先生 是这样的 我们魔都博物馆 希望能跟您租借下您手头的这一幅酒花铁的真迹 进行为期一年的展览 您看 酒花铁 还是真迹 林哥 您弄到酒花铁了呀 林先生没告诉你们吗 刚才他在古玩街捡漏了酒花铁的真迹啊 什么 酒花铁可是被誉为天下第五行书 虽然没有价格 但是如果遇到实货并且喜欢的人 这符字哪怕是开价十亿人家都愿意去买的 也行 要不这样吧 这符字我回去之后准备重新表一下 过段时间你们博物馆要是需要租借的话 到时候咱们再详细的谈一下 好的好的 林先生你放心 我回去之后会和几个副馆长商量的 到时候一定会给您一个让您满意的租赁价格的 那我就先告辞了 不是 你们都这副模样看着我干啥 林哥 刚才冯老说的是真的吗 你真的捡漏到了酒花铁真迹啊 废话 要不然呢 林哥 你居然还会健保啊 你这可太牛了 呵呵 运气好而已 研究所的电话 黄奇这家伙这么晚了还找我有什么事吗 喂 黄奇 有什么事情吗 老板 是这样的 您交给我们的藻类酱解液 我们现在已经研发出来50%了 这么快啊 研究进度不错 接下来给研究员们放三天假 大家都辛苦了 不过你给我来电话应该不只是这件事吧 还有什么事 你现在跟我一次性说完吧 是这样的老板 我这边注意到一个非常合适 推广我们新型藻类酱解液的时机 明天上午九点半 在苏南的市政厅将会举办一场除草的招标会 苏南的阳湖今年出现了大量的水澡 我想这是宣传我们新型酱解液的最佳时机 没错 这的确是一个很好的时机 所以你现在是准备去苏南吗 是的 老板 我正在今晚就直接飞苏州那边参加这次的阳湖竞标 行 黄经理 这件事就交给你了 由你全权代理我们天元科技研究所参加这次的竞标 放心吧 老板 我一定不负使命 好了 已经到了竞标的时间了 相信在座的各位现在也都知道了 阳湖今年出现了大面积的水澡 严重影响了阳湖的水质 现在我们是水利区决定拨款2000万 用于清理阳湖的水澡 但是要求是在半个月之内将水澡处理干净 什么 半个月 这是在开玩笑吗 是啊 要在短短的半个月的时间里处理干净阳湖的水澡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们公司的话 最少也是需要两个月才能处理干净 我希望各位能想清楚 这件事事关重大 这次入侵阳湖的水澡不是普通的水澡 一般的药物清理根本没办法彻底清除干净 如果在这之前水澡不能清理干净 那对于苏州的经济会造成巨大的影响 何局长呀 也不是我们在推托 主要是这阳湖的水澡面积实在是太广泛了 要想一个月内处理干净的话 难度还是不小的 朱总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也没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资金 如果市里能够多加1000万 让我多装备点击器和人手的话 半个月还是能做到的 朱天强 2000万已经是我们市里能给的最高价了 这次的事情事关民生 你们别太过分了 何局呀 你这就是在为难我们了 3000万也是我们的最低价了 洋湖那么大 你们给的时间又挤 我们只能让下面的人加班加点工作了 那肯定要算加班费啊 不行的话你问问其他老总吗 这个价格是不是最低了 朱总说的没错啊 你也要体谅体谅我们呀 就是啊何局 3000万真的不多 2000万 五天时间 2000万这个价格 我们贴原科技所接了 并且我们公司保证五天的时间 就能把这洋湖清理干净 荒唐 简直就是荒唐 五天时间就想清理干净这所有的水澡 你在这白日做梦呢 就算是田园科技又怎么样 五天时间根本不可能 黄总是吧 你刚才说你们公司能在五天内清理干净所有的水澡 这点你敢打包泡吗 自然是没问题 若是何局长对我们有所顾虑的话 这条可以写到合同里面 如果我们做不到就算我们违约 到时候我们可以付三倍的违约金 好 既然黄总你这么爽快的话 那么洋湖这个项目我们苏州就交给你了 另外 如果你真的能在五天之内做到 那么我们苏州市内其他除草的项目 也第一个考虑你们田园科技所 你就放心好了 并且我们可以给你保证 对于水质也不会有任何的影响 可以 明天早上你就来市政厅 到时候我们市政厅会和你们公司签订合同 好了 散会 黄吉是吧 你敢抢老子的活 不好意思 请你们让开 脾气还挺大 小子 看来你是不打算给我们这个面子了是吧 呵呵 给你们面子 你们是谁啊 你们要是有能力的话 现在可以去找合局他 如果没有的话 那就请让一让 我还要跟我们家老板汇报工作 混蛋 在苏州这一亩三分地上 其他的行业我不敢说 但是单独清于除草这个行业 还从来没有哪家公司敢跟我这么说话的 朱总 这件事我们必须要截胡啊 是啊朱总 这羊胡是个大项目 两千万的价格也不少了 咱们现在必须要想办法阻止这家伙和市政签合同啊 让他签好了 我还真不信他五天就能把水澡清理干净 再说了 他一个外来户 在苏州又没有任何的人脉关系 哪来的除草船 等五天时间一到 我敢保证这天元科技所要赔个金光 等到那个时候 市政那边还不是得找上门来求助我们办事 妙啊 不愧是朱总 看的就是透彻 唐哈 说的有道理啊 到时候我们还可以继续要求他们加钱 哼